卫生部将在接下来的四年 在阿育尼和直落古楼一带 设立两家新的疗养院 提供近490张床位 以满足这两个地区年长者的需求 大看记者 吴良祥的报道 根据本台取得的招标文件 尼亦新建的阿育尼新疗养院 设在阿育尼近和阿育尼路交界处附近 预计在2023年上半年落成 并在同年下半年投入服务 提供318张床位 到处看 都60岁 超过60秒 要找到40多的比较少 应该政府办的居民会比较有负担的去 有些没有儿子 有些有儿女没有来看他 所以这边有老人院比较好 另一个尼亿新建的疗养院 则在直落古楼的竞争道 毗邻新建中的综合诊疗所 疗养院定2024年起 提供171张床位 没人照顾 要照顾一个老人不是简单 要请什么人去 现在人生活比较辛苦 有些自己有家庭 好像自己都照顾不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照顾父母 没有 卫生部受寻使说 直落古楼和阿育尼的两家新的疗养院 都是卫生部的发展计划 有助满足引人口老龄化 而日益增加的需求 卫生部表示 为了方便居民使用护理服务 政府将致力确保 在全岛各个规划的疗养院 有一个均衡的分布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